欢迎回来 艺术家吴天章睽違18年重返威尼斯双年展 他独挑大梁代表台湾参展的录像新作品 《再见春秋格》最近正在台北展出 影片中由艺术家戴着皮膜面具 一步一步朝前方走去 但事实上他是在原地踏步 这个作品暗喻台湾的政治和历史发展 展览中除了吴天章还有14位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各自用他们的作品来关心社会 在台语老哥的陪衬下 戴着皮膜面具的演员 跟着持续变换的布景 一步一步向前走 这是我回国 从威尼斯回国的时候 第一次的连展的方式 让威尼斯的作品可以让国内的人分享 这是艺术家吴天章的作品《再见春秋格》 艺术家吴建兴从海军水手最后变成飞观 运用机关设计和魔术道具 全部一进到底拍摄完成 家家的人潇洒得像过去告别 但其实是不断原地踏步 无法离开 那这一次在福利社看到这个作品是比较 比较折中版的 因为我在威尼斯的时候 因为我们场地比较好 那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机械结构 让它变成稀实交替 你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旧的一个摄影棚 慢慢的中间有一个水手 它可以因为虚拟成像 好像站在摄影棚里的布景的前面 慢慢大灯消失的时候才变成一个虚向的录像的一种播放方式 原本要飞到意大利威尼斯才能看到的录像作品 吴天璋选在一年一度的汉图社连展中 首次在台湾公开展出 汉图社成员包括简炎后台湾当代艺术第一代艺术家 吴天璋 杨茂玲等不同世代的十四位艺术家 年龄差距达到二十三岁 我们很多有名的或者是商业的 非商业性的艺术家 我们其实这个团体收集了很多这样的艺术家 所以说这个团体的展览 基本上等于是对于台湾的艺术的一个很完整的切片 他是陈勤耀 汉图社中年纪最轻的艺术家 他小时候曾经在大马路上 为过世的蒋经国难过哭喊 经历过那样的威权社会 长大后他开始反思 创作出嘲讽领袖崇拜的另类自画像 把我变成一个比如领导人 或是像北韩一样的人物 就是金正恩一样的人物 所以有了国家以后我就要创建自己的军队 所以我那时候想法就是说 那我就干脆做了 如果我是领导人的话 我的军都会长什么样子了 他也模仿日本少女偶像团体 创造出穿着水手服的女子军队 这一系列从一开始其实从 就是卡帕的一个一张照片被击 一个被击倒的西班牙士兵 倒下的士班牙士兵来的 那我挪用那个概念把它进来 所以我就各种被击倒的姿势的少女 陈勤要用戏虐的手法 回应有些国家为领袖造神的现象 也是他关心社会的方式 像吴天章或者杨茂领 他们早期的都很关心在社会议题 到后来当然有些人有些转变 我自己比较关心 当然还是以社会或政治议题为主 连展中由艺术家连建兴 少见但依然富有同趣的风车装置 还有长期以社会底层人物 作为画作主角的艺术家陆鲜明 和涂舍的艺术家 各自用不同的创作媒材与主题 关注当代社会